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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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了一整天我的妝依然完整喔 最棒的是他沒有油光滿面 就跟剛上妝的時候一樣喔 嗨大家好我是Vogue 美人布洛克喜多 今天要來介紹韓國最流行的底妝喔 我今天使用的就是這個 滴舒芙蕾水泥霜 他是毛孔隱形版的喔 那他其實就是我們一般手之的 氣墊粉餅 那我們打開之後可以看到第一層是我們的 氣墊粉撲 那他的粉撲是從兩個粉撲組合 而成的非常的柔軟 而且回彈力非常的好喔 那我們用在我們的臉上也不會造成我們臉上的負擔 非常的好上妝 而且這款裡面的海綿 是藍芝專利的海綿喔 那我們只要輕輕壓 它就會從80萬個氣孔裡面 分布在我們的海綿上面 那我們上妝的時候記得 一定要輕輕的按壓 絕對不要用抹的 因為抹的話就是很容易就會脫妝了 那我們就是輕輕的在 比較需要遮瑕的地方可以多按壓幾次 那他這一款的BB舒芙蕾 他有控油的成分 還有我們隱形毛孔的成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在 我們一般日常早上保養後 或是在隔離霜之後就直接上妝 那非常的簡單 OK 有發現有差別嗎 那像這種就是半粉霧光無瑕底妝 它是偏光感 那不會有油感的效果 那今年夏天大家一定要試試看喔 大家可以去他們的櫃上索取 迷你版的BB舒芙蕾 一邊海綿 一邊粉撲 非常的可愛 而且方便攜帶喔 那我們接下來我要介紹這一款 舒芙蕾淨白遮瑕筆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的筆頭 跟我們一般遮瑕筆的筆頭不太一樣 它是我們海綿狀的筆頭 而且非常的保濕 那不像一般的遮瑕膏 就是只是遮我們的黑眼圈的顏色 它是可以遮我們的細紋喔 那它的質地非常的輕薄喔 輕輕點在需要遮瑕的地方 那我們用手指推開也不會有厚重的粉感喔 那我們這次遮瑕筆跟我們的BB舒芙蕾都有SPF50跟PA++的防曬係數喔 OK 那我這樣裝就完成了 這是我們韓式最流行的半粉霧光無瑕底妝